对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历史人物 红子老子商鞅 在数字百家里面 这几个人影响肯定是非常大 秦始皇影响大 刘邦影响大 你要这么比 管仲孙武什么的影响就没有那么大了 咱们只说第一流的影响力吧 汉武帝影响力比较大 但是我觉得汉文帝的影响更大 汉文帝利德影响是很大的 你从这个角度啊 宣帝光武帝 他们的影响力就没有那么的大 然后再往后呢 三国那些人其实对中国影响比较大 他们的影响很多是从传说民间呢 或者说启蒙教育上 影响力也挺大 刘关张曹操诸葛亮什么的 再往后可能就得是孝文帝了 孝文帝汉化对中国历史的影响非常大 隋文帝其实影响不是那么大 隋阳帝影响还是挺大的 隋阳帝树立了一个反面典型 从此之后 中国的暴军和暴的程度明显大为降低 大运河不是这么回事 大运河是在隋朝之前一直就有人在修 比如说桓文就修运河 福柴也修运河 隋文帝也修运河 后门唐也修 然后园也在修 金航大运河是元朝修的 不要把这个功劳定安到阳广身上 阳广尤且只有一个功劳 就是被钉在耻辱柱上不要把阳广再从耻辱柱上拿下来 那你是不尊重阳广 现在的广粉都是不尊重阳广 对中国唯一的贡献 然后李世民 李世民肯定是影响很大 唐玄宗的影响不能说不大 但是唐玄宗的影响不至于到一流影响的程度 有没有唐玄宗 反正割据 改割据 也还得割据 再往后 到大招二的影响 其实感觉没有那么大 中等影响 你要说铁木针 也算进去的话 肯定影响是巨大 蒙元那几个人影响都很大 再往后影响感觉就不是特别特别大了 整个社会价值观念也比较成型了 像朱熹王阳明 这两个思想家 比大多数明清的皇帝影响力都要大 明清我觉得说不上 你也就能说乾隆 对中国的版图影响很大 不提老朱 有没有朱元璋 元朝都要灭亡 而且上来的肯定是一个汉人政权 再就是王山水了 王山水的影响还得过个几百年才能看出来 张居正的家人为啥都被饿死了 这在明朝是常态 明朝一 他的内斗的传统 第二 他的制度没有成像 所以你不是成像 你还想大权独老 那你必须得用一些盘外招 用手段 用没有底线 用杀 这一点呢 反过来又加剧了内斗 就一内斗起来 必然又会分成派系 一分成派系 内斗就又更加的惨烈 没底线 就在这种环境下吧 你如果大权独老了 你不敢放权 你不敢什么激流勇推 因为你得罪了太多的人 也有太多敌对派系的人 哎呀 一门心思要杀你 你只要失去权力 不但死 而且可能是全家死 大概率全家死 张居正虽然自然死亡 他家人不赢的样 被饿死了 那这又会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 你只要掌了权 你就会变得更加的狠 更加的没有底线 必须去党同伐异 搞内斗 因为你一旦失去权力 你不只是失去权力 那么简单 所以明朝搞的那样 这是有很多原因构成的